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們的集會即將就會開始 那麼多位傳媒朋友都留意我們的BOK咪時間 會在我們嘉賓發言完之後 就會有一個時間 我待會再跟大家溝通 我們先介紹我自己 我是劉凱文 是一位註冊護士 前線的註冊護士在公立醫院當席 那麼多謝各位朋友 今天放假都來這個地方 和我們出席這個集會 也都多謝每一位參與的朋友 我們的集會是很快就會開始的 那麼在我們集會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先做一些簡單的通告 因為蒙面法已經實行了 那麼我們呢 在這個公眾集會那裏 如果需要蒙面的話 是會有exemption的 有豁免的 那就是個人的健康理由 以及宗教的理由 所以我奉這個警方的呼籲 就是在這個公眾集會那裏 除了這兩個理由 他蒙面的話 就可能犯了這個蒙面法 那麼多位呢 預會者呢 都希望可以留意一下 那麼我們今天的one down 就會是 一開始就會由我們 同的嘉賓 就會輪流發言 那麼我們在中間 也都會有一些短片 或者一些簡報的 那麼到最後呢 我們會有 自由上台發表的時間 那麼我們 在蒙面法院的每一位朋友 如果都想上台分享的話呢 如果都想上台分享的話呢 都可以把握這個時間 好啊 好啊 再重複一下 如果剛才那個run down 有不清楚的 我再說多一次 我們呢 開始的時間呢 就會有不同的嘉賓呢 就在台上面那裏發言的 當我們所有的嘉賓 發言完畢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自由的發言時間 歡迎所有在姐打花園的朋友 都可以上台呢 來發表你們的心聲 那麼我們的集會呢 就會即將開始的了 我們呢 這個時間都夠了 那麼我們呢 這個集會呢 就開始了 多謝 再一次多謝各位 來到姐打花園 參與我們今次的集會 我們這個醫療專職的集會 謝謝 那小弟呢 今天翻完通宵了 那可能呢 講話在俄羅斯 或者說得不清楚的 希望各位都見諒吧 謝謝 多謝各位先 好 我開始了 開始講我們的大會宣言 我們是一群熱愛香港的 專職醫療人士 來自不同的崗位 連肢 職級 我們本著不同病患的種族 國籍 性別 年齡 背景 宗教和政治立場 在不同的崗位上面 為香港人 提供最適切的治療 但是我們看到 在6月9日 反逃犯條例 那個社會運動 去到現在已經四個幾月了 我們看到的是 香港政府 對市民的訴求 是充以不民的 我們叫他撤回 應該四個月之前就撤回 他終於肯撤回 我們林鄭月娥 也都用了一個 殖民地時代留下的惡法 就是那個緊急法 來訂立反蒙面法 令到社會的撕裂 進入一個萬劍不復的境地 更加令人痛心欲絕的 是香港警方 對市民使用不對等的暴力 不但沒有因為過去的所作所為 有所修煉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的情景 是有自市民 居死地的情況出現 作為第一線守護市民生命的 專職醫療人員 我們雜無旁貸 所謂上醫醫國 我們必須挺身而出 請救我們危在旦直的香港 反送中活動 這麼多個月以來 我們的專職醫療人員 其實很多次在醫院裡面 或者其他的場合 發起一個人鏈 靜坐 唱歌 或者這些公眾集會 抗議警隊的濫權 重申醫護是和市民同行的 我們亦都為病人私隱 為病人的權利發聲 但很可惜的是 醫管局的高層 不但無事 醫院管理局負勵 是沒有確切地執行的 我們看到 甚至是公然挑戰我們的醫療專業 甚至是踐踏病人的權益 侵犯病人的私隱 最慘的是 白色恐怖一直在罹悶 向所有的籌辦者 甚至是參與者施壓 阻礙這些集會的進行 早前醫院管理局 質素及安全總監 鍾建禮醫生 曾經以內部的電郵 向醫院管理局的全體員工 發出一個小錦囊 那個小錦囊是關於 處理被警方拘留病人的 當中更加指出 醫護人員 若未得警察同意下 致電家人 有可能要負上刑責 這個白色恐怖 價值是不能接受 雖然這個小錦囊 已經被醫院管理局回收 但是這些語帶威脅的內容 已經令到我們的業界 令到我們前線同工 產生一個不能磨咪的寒蟬效應 我們看到近日有國家的宣傳機器 的白色恐怖 已經延伸向我們的醫護界別 我們有一位醫生 他在10月13日下班的途中 在商場被無理拘捕的之後 即使醫院管理局 只是向那個醫生轉達關心 或者是慰問 以及表示會提供適切的 支援和協助 但是兩大官媒 新華社 人民日報 竟然接連發表評論的文章 內容指出 對於那些拒絕 阻礙警察 執法的醫院 對於那些違背 救死扶傷天職 參加違法暴力活動的醫護人員 絕不能和欺黎 遠處理人民日報 甚至批評醫管局 在回應中 對違法暴力的活動 沒有任何的批評和譴責 在這個沒有調查結果的情況之下 就直接將員工認定為受害者 在這件事中 醫管局 只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僱主 去發表一份持平的聲明 但是官媒的高調反應 就將醫院的環境 推向政治化 雖然籠罩著白色恐怖的威脅 但是我們會繼續 無忘初衷 堅守崗位 刻盡幾任 執行本分 我們是專業的 警察的濫權和濫捕 和對醫院管理局 負勵 事若無睹的行為 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早前在屯門 有一個社會運動事件 有一名孕婦被捕之後 竟然派了一個藍警 去產房看守著他 除此之外 這樣的安排 會嚴重影響病房的臨床運作 更加路不可決的是 警方竟然在社交平台 那裏說 是未闖入產房看守 一路強調 那個藍警在病房外 等候區那裏等候 而且沒有進入過那個病房 還在貼文那裏弄了標籤 即hashtag 說事件中警務人員 從未進入病房 但是後來有一個座產事 Midwife在網上 受著這個藍警 曾經對於那個被捕的人婦 接受檢查時進入病房 核對資料 其後遠方也都證實 那個座產事的說法 警方最後在那個社交平台上面 將這個hashtag 事件中警務人員 從未進入產房刪除 足以證明 警方是刻意隱瞞事實 隨意散播不實消息 我們看回10月頭的社會運動 10月4日 有一個元朗的便衣 槍擊一名14、15歲的男童 傷者去了醫管局下的醫院那裏治理 後來也去了那個聯網的創傷中心 但我們看到警方竟然是大規模地部署 全副武裝 破槍實彈的防暴警察 在醫院那裏事後 不知道事後是誰 其間更阻攔病房的工作人員通過 我們再次一次強調 醫院本來是被病人休養和治療的地方 你派著大批賀槍實彈的防暴警察 在醫院的病房範圍出現 不單止破壞醫院裏面的安全 穩定和寧靜的環境 更加令到我們的前線同事 憂慮影響醫院運作 和會影響到病人的服務 博且明已經受了槍傷的男童 是否需要有合理的潛在威脅呢 是否真的有這個威脅呢 是否需要帶整隊兵呢 是否需要賀張實彈呢 我們不得不思議 警方這樣的行動安排 是為了有一個震懾的作用 多過它的實質需要 事實 我們在逃犯條例的社會運動 一路發生以來 見到很多市民受傷 都不敢去公立醫院那裏求診 也都不能夠得到適時的治療 令到我們的醫患關係 進一步撕裂 我們面對警方這些濫暴的行為 我們每一個醫護人員 前線的同事 都會保持著專業的態度 盡心盡力去醫治所有的傷患者 牽手專業捍衛病人私隱和權益 我們嚴正抗議 警方肆意進入醫院範圍 令病人和醫護人員感到人身安全 極受威脅 我們無論傷者的背景是什麼 政治立場是什麼 我們都會抱持專業的態度 去救死扶傷 緊守崗位 但我們在這麼多個月的 反送中活動裡面 我們見到警方阻礙救護人員 執行職務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也都見到在示威現場濫捕 傷害和阻擋阻礙義務的人道救援人員 更加屢見不鮮 大家看Live都見到的了 我不會再浪費唇舌在這裡說了 甚至有義務的救援人員 被警方以暴動罪起訴 7月28號上環 我們有一位註冊護士 是被起訴暴動罪 更加令人氣憤的是警察對生命的滅視 在10月1號的荃灣示威事件裡面 有一個18歲的中學生 被警察近距離地用槍射 亦都需要緊急的救治 但我們看到的傷者倒地了3分鐘 都沒有警員 現場是有7個警員的 他們眼尾都沒有掃過那個中槍的示威者 我們在Live看到 現場直播看到 那個示威者脫下他的豬嘴口罩 在那裡哀求說他中了槍 他需要去醫院 和在現場媒體的極力呼籲之下 我們都見不到有警員 即時去查看那個傷者的傷勢 更加枉論 他提供救援 在場有一名聲稱1st A的警員 亦都沒有即時為這個傷者進行急救 反而是制服另一位想著上前協助的示威者 我們見到當日的警察 踐踏傷患的需要 滅視生命的做法 是沒有道德 滅滅人性 不能接受 我們每天 每天四點鐘 見到那個警方那個 技招 警方的高層 的回應是什麼 他跟我們說 他說那個子彈是射向傷者的左邊肩膀附近 左邊肩膀附近 我們是不需要X光都可以判亂到哪一代肩膀 哪一代肩膀和肺的 作為維持香港治安的專業紀律部隊 香港警察在被受公眾批評的時候 只會自言其說 拼詞狡辯 含糊其詞 顛倒是非 甚至是毀過他人 這種做法是絕對不會被社會所接受 我這裏強烈譴責警方濫權 濫暴 綁固法紀 阻礙人道救援人員 在示威現場 為任何人進行 人道急救的服務 英國首相 Churcher 邱吉爾說過 我們能夠盡心奉獻的別無他物 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 我們醫療專職人員 永遠站在雞蛋這一方 與民同行 與民同行 拒絕惡法 五大訴求 權益不可 香港人反抗 天佑香港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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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耐心聆聽 我們會請下一位嘉賓為我們發言和發表 我們有請立法局議員衛生服務界代表李國倫教授上台 有請李國倫教授 把時間交給李國倫教授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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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betes boca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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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見到都是重心和無奈 再加上現在醫院 不知為何呢 管理層做幫兇的 製造白色恐怖 你吃飯的時候 用你自己時間去集會 他又說不行 我吃飯而已 我又不阻人 又不是公眾集會 自己一班醫護朋友 在茂醫院那裏 表達我們的政治訴求 有何不可 但是又不行 又說會秋後算帳 你用連路牆 不在街上貼 在醫院貼 就當裝飾 大家都可以貼的 又說不可以 我收到封 有些醫院 本來都有CCTV的地方 可能覺得敏感了 前一陣子是否CCTV出事 黑警被人控告 又趕快刪斷 又說裝修 又說不做 這些做法 證明我們失望的 就是公營醫療體系 竟然變成一個環境 是完全 令到傷患者覺得不安全 令到我們主業人士在醫院 都覺得 不知所措 以上種種 我感覺最傷痛的就是 無論在街頭示威受傷的人士也好 無辜被警察 用藍色水射中 用胡椒噴霧膚 無端端撥穿頭 這些情況下 他都不敢去醫院求醫 或者甚至 隱瞞自己的身份 怕他就說 哎呀我可能跌倒 不覺得線倒 我來做的 大家心照 甚至是坊間流傳的 他們去 地下方式求診 這些做法 令到傷患者 不可以得到全面的治療 或者 延後了他們 康復的情況 作為專職醫療的朋友 我們覺得這些絕對不應該發生 以上種種情況 大家看到 都是林鄭這個 無能的政府 縱容黑警 造成 讓我們在醫院裏面 社區裏面 街頭示威場地裏面 傷患者 未能得到 適切的 醫療治理和跟頓的工作 香港到底 還是不是一個 安全 健康的城市呢 其實 可能大家都覺得 比較無奈 但是 不要太灰心 這幾天 我看到坊間 流傳出來的約章 我稍試整理之後 我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每一位 前線的FA 都是急救員 或者是 醫護人員 無論他在街頭 醫院 或者社區 都會秉持著 人道的精神的原則 無論傷患者 是什麼背景 什麼職業 什麼種族 什麼身份 我們都會一視同人 盡全力去搶救 盡全力去治療 和護理他們 我們憑著良心和尊嚴 從事醫療這個尊嚴 無論你是做 義工的急救 或者在醫院裏面 同時醫療專業 即使在 任何無理的脅迫底下 規迫底下 我們都不會 運用我們的 醫療專業 知識 和技能 違反這個 人權 和民權 任何情況下 任何情況下 去傷害我們的傷患者 希望大家 在今天之後 我們一起 凝重 自主 並且 以我們的人格 去 宣誓 以上這個約定 以上這一段文字 是經過一個整理 當間有一些 在前線做 急救的朋友 可能熟悉 我看完之後 我警理好以上文字 讀出 目的 就是希望一個 在座的 醫療專業朋友 義工朋友 論你是做急救也好 論你在醫院裏也好 我們謹守崗位 我們絕對不會篤灰 我們絕對不會做一些 違背我們醫療專業的問題 令到我們的傷患朋友 有最適切的治療 我們面對的 是我們的家 我們的香港人 我們從小到大 見到的香港人 我們在照顧 雖然現在香港 那麼多人受創 但是 創喪了的香港 是絕對需要我們這一班 專職醫療 甚至是義工的 朋友 在前線 在醫院 在社區 繼續我們的工作 令到我們香港 盡快幸福 希望香港加油 大家加油 多謝李國倫教授 剛才跟我們的分享 我們聽完李國倫教授 跟我們分享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 播視頻的時間 是講 醫院管理醫院裡面 內外的白色恐怖 大家細心欣賞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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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4日 元朗右邊醫警員 用實彈 擊中一名14歲男童 男童左邊大腿受傷 被送往屯門醫院搶救 大批防部警察 全副裝備 在醫院內守候 警方做法引起公眾關注 醫管局隨後向警方表達關注 指有員工及病人 憂慮警方行動 或會影響醫院運作 有醫生指出 大批防部警察全副武裝進入醫院範圍 會令樓院病人惶恐 裝備更會干擾醫院儀器正常運作 損害病人健康 防部警察幾分鐘之後衝入雙腸 在Starbucks外面制服至少三個人 一個膚色穿衣服被帶走的男人 醫管局證實他是 將軍澳醫院姓張的內科醫生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 將軍澳醫院已經得知有關事件 並向同事轉達關心及慰問 院方會提供一切可行的協助及支援 發言人又說 現階段醫管局不宜進一步評論個別員工 在工作以外的事宜 但是 中國官媒新華社發表文章 九篇指插 香港醫管局要做的是力聽警隊嚴正執法 指醫管局回應立場偏差 懷疑醫管局姑息包庇暴力 並稱醫管局該做的是力聽警隊嚴正執法 及強硬處理參加違法活動的醫護人員 他提及周日在商場被捕的將軍澳醫生 稱本應救死扶傷的醫生參與暴力活動 以讓人握碗探飾 又形容醫管局的回應 是對警方執法的冷漠 對犯罪嚴刑的熱情 對醫護人員參加非法活動的偏談 而這些效果就是中庸 自推波助瀾當下的暴力活動 這些手機訊息在反修例運動之後 幾乎每逢周末都會出現 厲害 市民寧願用手機通訊程式向一個素未謀略的醫師問診 都不願意去公立醫院提議室 醫環關係在警方被指濫用暴力的情況下 受傷的示威者可以得到甚麼治療呢 李嘉倫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開始 就已經提供移診 不過他說相隔五年 這次反修例運動來求診的人 心態很不同 當時其實病人只不過來找我們 就是因為譬如有些治療 西醫可能要排很久 譬如他扭傷 他可能要做物理治療 他可能要排半年 他們就會想用中醫的方法 來看我們 問我們搞不搞得行 但是今年因為大家 太害怕去醫院 做治療的時候 被人揭露了他 出過來 甚至其實他純粹是合法和平遊行 但是因為 濫捕的情況太誇張 沒有人會想麻煩 有了五個月嬰兒的阿游 就試過受傷 也不敢去公立醫院 提醫生 完全是一走到沙田站 第一次想到就要射警察 然後要防暴警員衝出來 這是路裡第一個會浮現的畫面 9月25日 有市民響應不合作運動而跳襲 被港鐵職員制服 其他市民不滿 引發一場警民衝突 那時候我們是想要去吃飯的 走到這裡附近 其實事前也有上網看到有衝突 但是那時候也… 看到都是閘裡面的事 我不入閘的 我覺得還可以吧 但誰知道我來到的時候 已經看到有很多人站在那裡 閘裡面全都被困困了 喂!喂!喂!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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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他離開時 有很多人穿防暴裝 拿著警棍 步步步步衝出來 然後舉起警棍 是想打人 大家立即離開 前面的位置 然後就跌倒了 然後跌倒的時候 感覺到有 長棍形的硬物 勾了我的腰一下 然後就跌倒了 最初我打算說 小小小吐傷而已 休息一下會好了 但是真的發現問題越來越嚴重 痛得越來越厲害 痛得是在床上轉身也不行 然後又有點擔心 痛裡面的寶寶會怎樣 很厲害 事後他不敢去公立醫院看醫生 只是用手機通訊程式 向二診中醫團體求助 最後他在二診中醫師勸告之下 去了另一區的公立醫院照超聲波 不過就不敢向護士 說自己真正的受傷原因 之前實在看得太多 又是因為這類型的事情 去求診 被警察當場捉住 那時我記得分流時說 我是在電梯被人推下去 撞到腰 其實分流的孤雷看著我的樣子 其實不太相信我 但是內來就是 我說的原因是這個 所以他必須要 寫下去的牌板上 但他的樣子 他明顯地告訴我 就知道我覺得你不是 但我想大家都很明白 為何需要去作一個理由 去看醫生 早前立法會舉行多個事務委員會的政府主席選舉 衛生事務委員會由民燕利 蔣麗雲議員 以22票當選為主席 擊敗競逐連任主席的陳佩妍醫生 蔣麗雲在2012年起 參政 連串事職統稱為 原抽出醜事錄 香港市民普遍認為他沒有腦 網民對於他當選 都感到異常反感 都說醫生做不到 衛生事務委員會 是什麼世界 不要說專業知識 他連常識都沒有 怎樣做衛生事務主席呢 政府早前宣布委任公職王 泛紅玲接替梁智仁 成為下任醫管局主席 任期在12月1日開始生效 有前線醫生對今次委任感到錯愕 形容他的醫療背景較少 泛紅玲有中資公司 和親政府背景 同時憂慮他可能會收窄員工表達政見自由 甚至將醫管局變為國泰翻版 醫務委員會現在進行改選 香港大學深圳醫學院院長盧寵茂 和皮膚科專科醫生陳顯利參選 挑戰現任委員蔡堅和何伯良 就是四個人欠兩個職位 這個消息一出 立即有很多人說盧寵茂曾經撐立法會議員 何君堯參選立法會 叫人不要投他票 有網上消息指 盧陳二人是好朋友 而醫委會可以懲罰醫生和除牌 如果盧寵茂和他的好朋友當選 後患無窮 近日中國喉舌不斷猛烈批評香港公園醫護 這一連串的詭計 目的就是要控制香港醫護 並且要醫管局屈服 又說盧寵茂和他弟弟盧寵茂曾經公開支持何君堯選立法會 醫生們提出絕對不可以給盧寵茂和他的好朋友當選 接近年4月 Groove 警察 深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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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位渣打的朋友你們好 再次歡迎你們到渣打花園 參與醫療專職集會 多謝各位 我們剛剛看完那些不同的新聞報道 或者網上的媒體 我們都看到不同程度的白色恐怖 警察的冷權 現在看我都很不開心 也都是有點眼濕濕 我想我們看完這些比較不開心的片段之後 我們再請馬仲儀醫生上來和我們分享 馬仲儀醫生是醫院管理局的前線醫生 亦都是醫生工會PDA的會長 我們有請馬仲儀醫生 世界大暮明 叫滬黑 compiler 叫滬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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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主席馬仲儀 不過我今日來都是以我個人的身份就不是代表個會的 我發言有幾部份,我相信大家對我本人或者我個會的認識 可能多了10月1日晚上,其實也不是10月2日晚上凌晨 我們出那個關於警方用開槍射在荃灣射一個年輕人 我唱那個譴責聲明之後 其實當晚我們出了聲明幾個小時之後 我們的會網站從來沒試過有這麼多的遊覽 有些是市民,更多是翻牆的人 也有很多支持警察的人 接下來那幾天和那幾個星期 但是呢,的確我們是有很多壓力,有很多批評 也都有少少恐嚇的 當中呢,我們是有恐懼啦 但是我們出了這個譴責聲明之後呢 我們沒有後悔,沒有退縮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退縮呢? 原因就是我知道我們做對了 那為什麼我知道我們做對了呢? 第一,雖然我們在聲明之後剩下了一段時間 但是呢,其實很多公立醫院的前線的同事 都告訴我們聽 其實他和我們都是一樣 對於這些不人道的行為是想發聲的 不過外於他們工作的關係 或者他們自己個人身份 他們保持安靜 他很多謝我們幫他們發聲 第二,我也都很多謝各位市民大眾 他們不是醫護人員 他們特地去到我們的網站支持我們 也都有一些市民呢 見到我們的時候 或者見到我本人呢 和我說一些支持的說話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那多謝你們每一位 第三,為什麼我知道自己做對了 或者我們這個會的內閣做對了呢? 因為警方在四點鐘的時候公開批評我們 和四大協會亦都聯署來批評我們 那我知道我們就做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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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就有大律師公會的主席 和一個資深的大律師 阿諾應監律師呢 有一些文章 正好說 為什麼我們就去批評示威者 不去批評政府和警察 原因是政府和警察他們有權力 他們有武器 他們有不對等的權力 而法律是他們去執行和維持的 當他們做了一些在法律以外不違法的事 更應該被譴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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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批評警察怎樣去控制群眾 怎樣去觸罰疑犯 我們是批評他們一個不人道 用暴力的武力的方法 一個阻礙救援 阻礙一位他們槍傷了的市民 去被接受治療的事情 這些不人道的事情 是我們批評的地方 我們沒有批評他 其他向天開槍示警 驅散群眾的事情 我們會的聲明是沒有批評的 所以警察如果去專業 去做事 我們真的沒有資格 但在專業以外 每一個市民都有資格 去發表他們的意見 另外 當我最近見到 警察都可以去批評我們的大學校長 這樣我們去批評警察 又有什麼問題呢 另外有一些支持警方的市民呢 他們另有一個對我們的批評 或者對港大醫護人員的批評就是 我們在醫院做集會 我們在這裡做集會 我們批評警方 我們同情示威者 就代表你有政治立場 你一有政治立場 你就不中立 你就不專業 你就不可以照顧市民 我相信呢 第一 他們對專業這件事 看得太低層次了 我舉一個比喻 我絕對是不喜歡吃煙的人 不贊成吃煙的行為 如果有病人 進來中風 心臟病 他告訴我 他吃煙 我一定罵他 但是 我從來不會因為他吃煙 我不去醫治他 我不去救他 我罵他 但是我繼續去醫治他 這個就是說你有立場 但是你仍然可以專業的 一個很好的例子 說到專業呢 我覺得是重要的 我覺得如果在場 我們有醫護的人員 我們這方面是要做得好些 我也都說 其實我知道大家在前線 對著示威者也好 對著警務人員也好 可能有情緒 但是我們一定要盡 200%的努力 去維持我們的中立 如果真是前線的同事 尤其是比較年輕的同事 他覺得 某一個時刻 他自己未必控制到自己的情緒 我希望你們 和你身邊的同事說 可以叫其他人幫忙你 但我們千萬不要做出一些 不夠專業的事情 除了第一樣 會給別人一個借口 去批評你 也都會影響你的前途 甚至乎 我們見到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 都以不同的形式 去投訴我們的同事 我們不好讓有這些機會 令到我們要受到一些專業 或者一些專業上的投訴 甚至乎一些零訊 這樣對我們的前途是很大的影響 影響了之後 我們就沒有可能幫到其他的市民 所以我希望在場有我們的同事 大家任何時候 都一定要在醫院抑壓自己的情緒 如果真是覺得自己做不到 我們就找其他同事幫忙 講專業 其實不單止 只是對人人做得平等 人人做到自己的最好 專業的更高一個層次 就是我們的專業 是要有專業的良知 那甚麼是專業的良知呢 其實專業的良知呢 就是說 譬如說 在這個時候 其實 我畢業了十幾年 我以前讀書 從來都沒有教過我 驅雷器 槍箱 藍色水 胡椒噴霧 這些我們沒有學過 這幾個月 其實我們整班前線醫護人員 都在這段時候 不斷惡補 不斷去學習 不斷去學習 首先專業人員 我們的專業良知 就是面對著社會的情況轉變 大家 是要在知識上 尋求自己 和令到我們可以幫到更多的市民 也都 我們要希望教育我們的市民 怎樣幫到自己 專業的良知 就是要發聲 因為政府不和大家說 催淚器有什麼嚴重的問題 不和我們說 藍色水裡面有什麼有毒的物質 但是我們的專業 就讓我們去研究 讓我們去一些最有效 最有影響力的期刊裡 發表我們的研究發現 讓全世界知道香港的情況 這些就是專業良知 其實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食衛局 有很多事情 我們三番四次提醒他們 要他們跟市民說 其實我們還有跟他們說 可不可以再說清楚 關於蒙面法的問題 市民什麼時候 才可以戴口罩 什麼時候戴口罩 才不會被警察質疑 但是他們一直都迴避 如果我們作為專業 我們有專業良知 我們就不應該再等他 在未來的時候 我們上班專業人士 會就著這些情況 陸續陸續 將我們認為對的 告訴市民 讓市民都有自己的權利 讓市民都學到更多 其實如果我們沒有了專業良知 會有什麼問題呢 舉一個例子 在二次大戰 這個納粹德國 其實醫生都可以做一些好壞的事情 那時候就是大家 亡缺了我們的專業良知 醫生去參與一些殺人的實驗 或者在日軍的時候 都有一些醫生去參與一些殺人的實驗 如果我們這個專業沒有了良知 其實我們和其他專業一樣 都可以做到害市民的事情 所以我們講專業 我們不單止就是要做到中立 我們一定要在這個時候 完全發揮我們的專業良知 其他除了醫生之外 律師、教師、社工 他們一樣 現在在今天香港 我們沒有了制度 但是我們要靠著 我們每一個專業的良知 繼續維持這個社會的行常運作 好 在這裏我想說少少關於前線救援人員 首先我是很多謝你們 我接觸過一些前線的FA 我知道其實很大部分都不是一個專職醫療人員 你們是去受過一些訓練 做一個自己的自願性質 有些我知道是很年輕 例如中學生、大學生 但是與此同時 你們這幾個月都受了很多的危險 首先我想和你們說 你們要保護自己 除了要秉持做一個前線專業救援人員的中立之外 有時候如果你們真是在示威者 和在警方中間站得太前 你們真是很危險的 你們要留意這一點 但是我們見到近日警方 不單止是對一些和示威者 站得很前的前線專業 前線的救援人員 作出攻擊 他們甚至乎有一些前線救援人員 我們見到他不是和示威者站在一起的 他只是在在場 而因為他穿了一件前線救援人員 有十字的衣服 警方就對他們 好像對記者一樣 是專程針對 甚至乎 專程做出一些惡意 暴力和傷害的行為 這些在國際上 是絕對不容許 不人道的行為 和戰爭罪犯沒有分別的 另外有一些官媒 大公報 或者社會上有一些人士 去甚至乎攻擊一些教堂 或者一些地方 開放他們的地方 給一些市民 集會人士 在有遊行示威的日子 開放 讓他們揭釋 或者提供一些治療 給市民 都加以攻擊 其實我自己對這件事 亦都覺得非常可恥 我自己都在一些地方工作過 我想和你們說 其實來這些地方 站備的不是示威者 就是示威者 有時候 有一些和理非的市民 只是他們未走得遲 因為今時今日 警察實在越來越早 放催淚彈 越來越早 就已經放水炮車 一些完全沒有裝備 扶老攜幼的 參與遊行集會的市民 其實都受這些影響 其實他們沒有地方可以支治到 他們都只能來到這些會堂那裡 站備 甚至乎我們試過幫助那些 不是參與示威的市民 他們是不知道有示威 下街買菜買東西 誰知道就吃了催淚彈 完全沒有裝備 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如果不是有個會堂 不是有些醫護人員在 其實他們完全不知道怎麼做 其實在會堂裡面開放 其實我們並沒有支持任何示威者 我們並沒有鼓勵任何事情 我不明白 為什麼有些傳媒 或者有些市民 會去攻擊一個 原本就應該開放給市民用的地方 其實這件事情 也是很不道德的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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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多說一點 我想對幾個不同的公眾說一點點 第一 我想對示威者說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受傷 你們受傷之後不敢去醫院 這件事情我覺得無可厚非 就算你問我 今天你來我工作的醫院 你有沒有機會見到警察 你有沒有機會被逮捕 其實我都沒有信心告訴你 我們可以保護到你 遇到他們 但是我希望你們就算不來醫院 你們都去接受治療 我接觸到一些朋友告訴我 現在有些示威的年輕人 他們去看普通的醫生 他們都很恐懼 我坦白跟你說 你們今天受的傷 其實是會有長遠的影響 你們根健的傷 會有長遠的影響 你們吃了很多催淚彈 對氣管的傷害 也都有長遠的影響 你們是很年輕的一群 你們人生還有漫漫長路 其實如果你們肯去就醫 有很多人是仍然願意 用一個安全的方法 為你們提供醫治 請你們不要不去看醫生 好不好 另外 我亦都作為一個 我自己也有母親 我在一些新聞片段裏面 見到一些越來越小的年輕人 去參與示威 走上前線 他們亦都受過一些暴力 見到一些十二三歲 十四五歲 俗語說法育都未健全的 就被一個中年的警察 幾個警察押下去 拳打腳踢 我覺得這個情況是 實在很令人痛心 其實保護兒童是很重要的 不過我亦都希望 這些年紀很小的示威者 去考慮清楚自己的能力 會不會不要走到這麼前 因為你們真的很小 你們承受不到這些創傷 那有一些不可以挽回的受傷 有時候是很影響你們的發育 我希望你們也都留意這一點 另外我亦都見到一些老人家 去做一些守護孩子的工作 他們亦都走得很前 還有一個老人科醫生 我亦都很擔心他們這一點 最後我想和他們說的是 我想發出一個訊息 說給一班警務人員聽 我希望大家冷靜和平靜一點 因為我為什麼想在這裏 都和警務人員說一些話 我覺得其實社會走到這一步 大家都要開始有一個溝通 我相信我今天說的 在院處都總有可能 有警務人員或者家屬是聽得到的 但我希望大家保持冷靜一點 警務人員我明白 你們的工作和暴力和武力 是分不開的 我不是同意暴力和武力 我不是接受 但是我都明白是分不開 市民大眾可能對你們有很多不滿的聲音 但是有一部分的市民 不是對你們一些很基本的武力 或者基本執行任務有意義 而是對你們在基本執行任務以外 額外過度的武力和暴力有意義 我相信你們是一個警務人員 但是你們都是一個香港人 你們其實都有你們的家人 有你們的父母 有你們的良知 其實我相信你們有時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你都有不開心的時候 你都有想停下來的時候 我只是希望 如果你有一刻覺得你自己做的事 真是和你的良知有違背的時候 你停下來 走開 say no 我相信只有一位警務人員這樣做 就會有另一位警務人員這樣做 當警隊回復理智的時候 市民和示威者就會慢慢回復理智 香港才可以有出路 多謝各位 多謝馬仲兒醫生和我們分享關於專業和一些疫苗醫療的心聲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就會看一下一些關於義務醫療的資訊 在我們開始播放的片段和PowerPoint之前 我再一次歡迎來到遮打花園參與集會的香港市民和我們的同業 多謝你們身體力行支持我們 多謝 謝謝 因為現在來到遮打花園的參加者都很豐富 我們都希望可以再緊構一點 我們有請前排的朋友可能都需要去以前一些位置 可以令到我們更加多的參加者 可以令到我們近距離 親身參與我們這一場集會活動 好啊 大約這個位置 在渠那個位置 是的 是的 如果在左邊 舊立法會這一邊 也有些位置 那麼 那麼多位參加者都可以移私去那些地方 稍而欲報 好 令到我們更加多的參加者 明白 舊立法會那邊 也有很多人來參與我們這次的集會 如果我們稍後參加的參加者 也可以去到這一邊的噴水池 這一邊可以坐下找個位置 多 多 多謝各位參加者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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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來參加我們這次的醫療專職集會 很厲害 每個一半 多謝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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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大家坐了這麽久 稍為活動下都是一個頂好的提議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就會有一個關於義務醫療的資訊 和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看看 我們現在看到螢幕上有一個圓形圖 是關於一些義務醫療的數據 我們接收到的數據大概是 這些一路以來的 反修理活動受傷的資料 我們大概看到在一個圓形圖 有76%的受傷者是 遞屬於普通科 接近四分三 剩下的四分一 24%是屬於精神科的個案 我們看看下一張 我們剛才就說有 四分三 大概76%的人是普通科 我們都看到這個圓形圖 是做一些再細一點的分科 大部分他們的創傷 都是遞屬於骨科 大概是22% 有一部分的傷者 都需要物理治療 大概22% 和小部分有職業治療 大概44%就不需要再跟進下去了 就是我們可能做一些很簡單的處理 就已經完成了那個程序了 但是最令人觸目的 其實我們要看那個數目字 最小的地方 我們看到呢 槍箱是有2% 而那些槍箱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看到有布袋彈 橡膠子彈 那這個呢 其實是一些 我們看到警方經常都看到是一些 致命 我經常說是低武力 低致命的武器 但其實呢 對於傷者的創傷亦都是很嚴重的 也都有很多深遠的影響的 我們再看看下一張 這一張呢 要給大家一些心理準備的 是會有些 呃 肉體給大家看的 好啦 大家 就這樣看這個圖片 會不會看到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是 眼額頭啊 眼眉毛的位置來的 那我們在這一張slide那裡 我們看到了 其實在那個反修例的前線衝突裡面呢 這一位受傷者呢 他是為了救其他前線的手足呢 就給這個速龍小隊呢 就打頭的 除此以外 打頭都不夠 還要打到手呢 還有去頭部其他位置的 那我們當有一位前線的 緊急處理了那個傷口之後呢 他就不夠膽去急証室呢 做一些其他的處理 因為呢 他怕呢 警方會在急証室那裡帶圍報 就唯有找其他的方法啦 找一些義務的醫療 跟他亂針啦 我們看到這個傷口呢 他都亂了幾針啦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圖 這個圖是另一位傷者來的 那麼他 兩天之後呢 眼睛就開始腫了 眼看的位置開始腫了 還有眼巴也有出血的跡象 之後他就去找義務的醫療幫忙啦 那我們都轉嫁了一些私家的眼科醫生 給他們看一看之後呢 確定呢 是沒有一個 Retino tier 即是指那個 視網膜的 裂損呢 最後呢 也是去私家呢 做一個磁力共振的 腦部的磁力共振 證實了呢 他沒有這個 腦底骨的骨戰 以及這個 腦內出血的跡象啦 那麼我們看到這些 這樣的 受傷的 情況呢 非常之不開心 那麼 我們稍後的時間 也都會分享一些 傷者的略音的 希望大家能夠細心地聆聽 多謝 那星期日那天 我們兩個就去旺角那裡吃飯 那 臨走那天呢 就看到有示威啦 那我們都在附近那裡來的 那麼那個時間呢 警察就放出雷彈 那天太混亂了 那麼 我們又沒有EAR 那當然要走了 那麼在那個期間呢 就發現 那隻手突然拍一聲 很痛 那麼 那因為太混亂了 那麼 跟著帶他走 買一二便 安全情況 先看飯的傷口 究竟有什麼事啦 那一看都知道不對勁的了 是 有個類似子彈印的那樣的東西 還有 那隻手指是 直接 捲了 變了型 那麼 那麼立刻捱 看看附近有沒有FA幫手啦 那麼 那 那時候有 沒有記錯 應該有四至五個FA來的 那麼 那幫我體驗我傷口 都心之不妙的了 就是 他們都說 很明顯是 不知道 布袋彈還是 橡膠子彈人 那 還有很明顯 都斷了骨 所以 都很嚴重 但是 就 不建議去政府醫院 因為 他們都說 一進去都衰硬的 其實 因為你要登記新聞證 有一些 醫生一定會問什麼事的 那麼到時候 告訴警察聽也是麻煩 所以 就 幫我們聯絡了 一些地下醫療 然後 就 幫我們安排了做 抹骨手術 那晚 來得太突然了 還有 自己也沒試過受這些槍傷 所以 都不知道怎麼辦 只知道 唯一一件事就是 死都不可以進 政府醫院 是的 在這裡很感謝所有 港晚幫我手衛FA 醫生 姑娘等等 還有 最重要的是 多謝我的腳二 因為私家醫院做手術 真的不行 還有他們知道我的情況 是比較嚴重 所以 都 都叫做 立刻 安排到 醫生幫我做手術 是的 那麼 星期天那天 都